《此情可待成罪易》 已讀不回 Book Channel 大家好 今次要進入經典態挑戰系列 Busen 麻煩你嚴肅一點 否則別人就會覺得你很富淺 OK Let's Go 經典第一GIG 和大家說的書 就是法國作家普魯斯特的《罪易似水連華率》 即使用《罪易似水連華率》 舊的英文譯名是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 新的英文譯名是接近原著 叫做In Search of Lost Time 即是找回失去的時間 用十多分鐘來介紹文學經典 就是一個癡善的行為 用來介紹普魯斯特這本長篇巨詛 就肯定是癡善中的癡善 在1972年英國有一個搞笑電視節目 叫做Monty Python's Flying Circus 他們搞了一個叫做 All England Summarized Bruce Competition 參加者要分別穿著晚禮服和泳衣 用十五秒時間來總結追憶似水連華的內容 那些參加者其實都是演員扮的 只不過是用本書的長度來搞笑 對不起,我花了半分鐘 說一些不關重要的事 那我又來試試看 《追憶似水連華》 這部長篇小說原文是分開七冊的 這裡可以見到 英譯本有三大冊 再新的英譯本又變回七冊 而中譯都是有七冊 整本書加起來就是三千多頁 一百四十幾萬字 裡面的人物有四百幾個 當然,當中重要的只是幾十個 有人計算過 書裡面最長的句子有九百四十二個字 以英譯本來計算 普通二三百字一句 簡直就是十十歲 有超過三十秒 換個角度再來一次 其實看《追憶似水連華》 就好像去行山一樣 開頭就不太熟路 穿過樹林彎彎曲曲的小徑 會有些迷失的感覺 但是一去到空曠的地方 回頭一望 整個風景就會豁然開朗 這種一邊走一邊發現風景的經驗 普魯斯特在小說裡面 都寫過好幾次了 所以說千萬不要讓它的長度 高度和百度客親 我們一齊去征服這個高峰 其實Wolfson 今天 原本想表現一樣東西 就是吃餅 不過大家看著它吃是沒用的 要它們自己吃才行 《追憶似水連華》這麼大部書 簡單來說就是一個吃餅的故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類似的經驗 小時候吃過某些食物 隔了很久沒有吃 大過了有一天 不知道為何巧有機會吃回 一搭進口裡 出奇不易地 童年的記憶 就回來了 《追憶似水連華》的第一部分 《公布雷》 裡面有這樣的場面 小說的主角 一個類似普魯斯特自己的人物 在中年的時候 有一天就回家 不小心喝杯茶 吃一件餅 其實就是那些叫做 小馬德连娜的法式背殼型蛋糕 不過我們先用這些吧 一塊餅浸過茶 再在口裡溶化的感覺 就突然間好像回憶特集一樣 童年的時候 在小鎮公布雷的時光 就在心頭裡湧現出來 普魯斯特在這裡用了一個很精妙的比喻 不知道大家小時候有沒有玩過 原本小小粒放進水裡 會慢慢變大那些玩具 通常都是動物、恐龍之類 我們一齊聽聽 普魯斯特是怎樣寫的 就像日本人愛玩的那種遊戲一樣 他們找起一把 起先沒有明顯區別的碎紙片 迎進一隻盛滿清水的大碗類 碎紙片著水後便伸展開來 出現不同的輪郭 泛起不同的顏色 千枝百態 變成花、變成劉國、變成人物 而且人物都五觀可變 鬚眉不然 同樣 那時我們家花園裡的角色鮮花 還有斯曼先生家花園裡的叉子煙紅 還有圍福納河堂裡飄浮的瑞蓮 還有善良的村民和他們的小屋 還有教堂 還有公布雷的一切和市鎮周圍的景物 全都顯出形跡 而且迫真而實在 大街小巷和花園 都從我的茶杯中脫穎而出 這段文字是追憶始水連環裡 最著名的片段之一 不用太久 看十多頁便到 大家至少要捱到這個位置 才好告訴人 自己看過少少普魯斯特 只看這段描述 我們便可以感受到 普魯斯特的文字魅力 和他的聯想力是多麼厲害 而這本書最重要的主題 亦在此點名了 時間的無情流逝可以毀滅一切 但我們的身體和感官 和潛意識裡不自覺的記憶 是吻含著超越時間的秘密 整部追憶始水連環 由主角的童年說起 直至他經歷了人生種種的歡愉和痛苦 趁眼看著去日美好的時光變得暗淡 曾經光輝一時的人物 一一衰老和死亡 曾經熱烈追求過的珍貴事物和繁華生活 逐漸活絡和消逝 甚至曾經激烈心愛過的人 最後都可以變得無關痛癢 面對著時間無情的壓迫 我們可以如何抵抗? 難道就是… 只在這裡吃餅? 大家不要以為追憶始水連環 是一部很傷感和沉重的小說 在唏噓和感嘆的同時 它亦是一部很幽默很抵死的書 普魯斯特的喜劇感 比拉伯雷或者佛卡幽 一點都不輸蝕 它在三十多歲關門混在自己家裡寫作前 本來一直是一個出入於上流社會的花花公子 對於人世間的虛榮、虛偽 它都看得很通透 所以將這些上流社會生活寫出來時 特別狠辣和諷刺 而且還那麼長 隨時真的笑到斷氣 當然好笑之餘 這本書其實有一個很嚴肅的主旨 就是藝術的意義 普魯斯特的一生經歷了法國文化上 最輝煌的時期 即是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 人稱為Nabel Epoch 美好的時代 當時巴黎是全世界的文化中心 所有頂尖的 作家、畫家、音樂家、舞蹈家等等 都混雜當地 簡直就是星光一入 在《追憶似水連華》中 提到的藝術家和藝術作品 真是多得好像天上繁星 只是談論到繪畫的地方 都可以出一本專書去講 就好像這本Paintings in Pools 整本書都是講普魯斯特在書中 討論過的歐洲繪畫 可以說這是一個對於藝術有超煩的信心 和熱情的時代 回到時間獨裁的問題 普魯斯特相信 能夠打敗時間的 就只有藝術 而藝術的源頭 就是埋藏在我們每個人的心 和我們的生命裏 即是我們的記憶 所以去到小說的結尾 主角決定要用自己的人生做材料 寫出一部藝術巨珠 去找回世去的時光 我們又來聽聽它是怎樣說的 這便說明了 為什麽在我無意間辨別出小馬得連蛋糕的滋味時 我對自身死亡的憂慮 竟不復存在的原因 因為此時 這個曾是我本人的生命 是超乎時間的 它對未來的興拜 當然無所牽略 這個生命 此事在與行動無關 與即時的享受無關 當神奇的 類似使我逃脫了現在的時候 才顯現 才來到我面前 只有它有本事 使我回到過去的日子 找回此水連華 找回我的記憶和才智 始終沒有找到過的東西 看一部這麽重量級的長篇小說 感覺就好像去了另一個時代 經歷了第二個人生一樣 追憶此水連華 是那種作家押上了它全生命經歷 和能量去創作的書 在裏面你會體會到人生的變幻無常 但亦都會感受到 試圖克服變幻無常的強大意志 它不單止是普魯斯特個人的故事 亦都是任何時候 時光旅途中跌跌碰碰的人的故事 正如普魯斯特所說 藝術品就好像一件時光學儀器 可以令讀者去看到一個不同的世界 而有多少件藝術品 就有多少個世界 藝術是創造世界的方法 而創造令我們超越死亡的界限 要詳細追憶此水連華 其實只需要引用其中一句 所有真正的天堂 都是已經失去的天堂 另外再加多一句 藝術作品是從獲世去時光的唯一手段 15秒 大家覺得我可否贏到 SUMMARIZE POOS COMPETATION 我們不如先關掉餅子 你吃吧 不過不是這塊 是這塊 吃吧 OK